那今天其实柴姐 也带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助教 好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 可爱的谭松玉 欢迎松玉 你好 黄老师 非常感谢你来 对 我一听他们说 要来搭流星花园 哎呦 我说去哪去哪 你是看过流星花园的 对不对 嗯 你知道 那会儿我才十四五岁 我看流星花园 看得还心痛呢 哎 你看 对 是吧 你最喜欢谁呢 盗铭斯和花泽泪 不是 我喜欢盗铭斯的霸道 喜欢花泽泪的温柔 花湿啊你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我特别要等那个孙芸来了 我再问柴姐 就是当时是怎么找到 这四个年轻人 其实我那时候 刚开始决定要做流星花园的时候 我就很困扰 那时候呢 在台湾 没有年轻的演员 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洗头店 我就问他说 长得好看 但演技不好 跟演技好 长得 长得不怎么样 你会选什么 他就说 当然要选长得好看的了 当然要选长得好看的了 当个才华是 颜值排座最低 颜值排座最低 冰哥吃完这个心是崩溃的 那今天我们是这样 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 关于青春的视频 你会有个大概的了解 其中有一个叫公子齐的 那天他没有办法跟剧组请假 待会儿我会特别值给你看 这个是王鹤第一期 我们对他有一点犹豫 上期他表现很好 所以现在已经不用戴面具了 这个叫贺开朗 他原来是金发 但他喜欢自己黑发的样子 所以他很固执把他染成了黑发 这个叫蓝博 长得非常的乖 燕熙 他是我们目前这十个孩子里面 粉丝基础最好的 这个是马思超 他没有表演的精力 但这小孩物性极高 底西子 他是我们第一期破词员的星星 他有一个很独特的气质 明亮他是男团的基础 所以唱跳都很厉害 这个是有为 很干净 非常干净 他学习极快 这叫梁静康 笑草 阳光可爱 对 个子很高 然后比例非常好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这十个学员呢 有的有忧郁的气质 有的有阳光 有的又有点韧性 跋扈幼稚 就是都什么样的男生都有 柴姐你等一下想怎么样考核 我们应该是不是来个面试 先面试 好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去到我们的那个排列室 好 走 今天开始考核之前呢 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本期的飞行嘉宾 我们的明星监制柴智品 好 另外呢 今天柴老师也带来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助教 谭松玉 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 《流星花园》是非常非常难以取代的一个作品 今年开始要重拍的新版的《流星花园》 是那一年之后的第一次重拍 对 所以今天柴姐来给我们宣布一下 她带来的今天的破词人星星的资源 好 十个学院当中 挑出F4其中之一的种子 能够进入到这个系里面 然后成为我们亚洲级的明星 《流星花园》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觉得她翻拍一定也会很厉害的 今天呢是由柴老师来主导面试 所以呢希望大家好好的表现 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都以为是演技对不对 其实不是 演员很重要的是耳朵 因为你有时候是必须听到对方给你的反应 然后你的耳朵可以透过听觉 你的身体 肢体 可以做出最接近你的表演的演技的状态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这样子 我会念一段内容 然后你们都想象那一段内容 然后做出表演 让兵哥给你们讲一讲 这个类似要有些什么注意的地方 他说的就是听 就是听 你真听见了没有 你真听了之后 你就会做出自然的反应 聆听比诉说还重要 不要去想怎么演 要真的听进去 他到底说了什么 注意力集中 好 你们先把眼睛闭起来 没有紧张的感觉 没有紧张的感觉 眉头不要皱在一起 风好像会吹到你的脸庞 那我们现在就要走进剧情里面 你想象 你走在一个树林里面 走着走着 这时候 突然下了一个暴风雨 找到一棵大树 移在大树底下躲雨 旁边看到了一个人 当你看到他的脸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这个女孩子 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忍不住 想要去跟他说话 你想要展示 你全身上下最性感的一个部位 最性感的一个部位 咳咳咳 这时候突然发起一件风 你身体不停地在摇晃 不停地在摇晃 风来了 风很大 你的身体没有办法 再支撑下去了 然后你就被风吹倒 就昏倒了 好 好 我们慢慢地张开眼睛 我觉得看这段表演 比我前三期了解你们都多 对 孙玉 你对谁的表演印象比较深 我对两个人 一个是马思超 一个是康康 他的状态特别舒服 就很轻松 很放松 然后康康就是那种 内心的戏特别多 表面没有太多的动作 康康你怎么风来 你都没动 因为我被风吹在 贴在树上了 康康 你想象自己 贴在树上可以 但是你同时要想象 这个风是打在你脸上的 好 我们来听听看 柴老师对于你们的 刚才这段 我觉得几个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面 比方说 叶希一看就是知道那种 很爱放电的男孩子 因为他一有笑容的时候 他就马上摆一个姿势 然后这样 好 女孩 康康 康康的笑容是 挑逗当中带有一点点傻气 对 对 黑 黑 又围就有一点害羞 但是他的笑容还是很可爱的 蓝博是 很想要表演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在经验值上面 你恋爱谈的比较少对不对 你恋爱谈的比较少是不是 不要假扣听不见 不要假扣听不见 你恋爱谈的次数比较少 你恋爱谈的次数是不是很少 我想谈 好 思超 思超完全就是属于外放型的 那开朗就更内敛一点 紫棋他喜欢man喜欢酷 明亮就是属于暖男型的男生 那希子是在中间的 这是在看相吗 好 弟弟 弟弟他很有型 也很上镜头 最大的关键是这样的 他没自信 他没自信 这时候突然刮起一阵风 你身体不停地在摇晃 风很大 最大的关键是这样的 他没自信 他可能因为今天第一次摘面具 他自己不承认 这是你第一次摘面具吗 对 他之前在节目里都戴面具 他不太习惯了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多展放一些自信 其实你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 突然就把面具摘了过后 就很不自在吧 就会显得有点拘束